一起简单的欠款案件 没钱履行判决 法院拍卖房产完全没有问题 可就是拍卖腾空这一项的工作 执行法官已经第五次到达这处房产 做被执行人的工作了 可是每次见到执行法官 被执行人的说辞都是同一套 再等等再给点时间 执行法官的宽容成了被执行人 一再提出不合理要求的砝码 因此这一次任何理由都不是阻碍 法院执行生效判决的理由 执行法官表示 此前已经向被执行人释法明理 告知了对于判决的问题 可以通过另外诉讼或者申诉来维权 但是这些都不是阻碍执行的理由 原本执行法官已经做好了 被执行人的工作 可是到了腾房的时候 之前的一切承诺都没兑现 我上礼拜五我自己来一趟 我给你媳妇打电话 我说你这啥也没收拾啥意思 你媳妇说房子已经找好了 周末就能办 这是你媳妇跟我说的 那我相信你媳妇 我也看你媳妇 还有你父母可怜 还有同情 行可以 那怎么你拿我同情不当回事啊 不是 所以让我铁石心肠 就让人家硬给你搬呢 那是啥呀哥们 咱俩都会一直见面 是 对不 我以前也没难过你 今天别让我为难 好吧 自己赶紧收拾 法官已经表述的很清楚 可是被执行人王某 没有动手收拾行李的意思 还是一再和执行法官念叨 希望再信他一次 再给一点时间 法官这一次还会继续相信吗 咱案子这么多 没有时间天天往里面跑 是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说王某那你相信我没有 我不信 上次你爱人还有那个两个老师都在 他都不不利急了 又是受苦了 是怎么样的 身体人也心软了 也同情 也都信了 结果新的结果呢 哥们 就这结果 而且从15号到今天这几天 我们陆续都给张宾联系过 也上一家探户现场 都跟我说正在办 正在办 所以我说不止信你们两次了 三次次了 这就不行了 这样子没人一样 有这事我也不太行 再不在家 那今天就办吧 你这好今天在家就办了 你要不在家的话 就咱给你收拾吧 好吧 互行 这边搬家公司已经开始 将大件家具整理装车 那边被执行人王某 还在试图和法官讨价还价 你媳妇回来也是往外带 有区别吗 就在这时 执行法官又接到了张某 打来的电话 我们费事了 行不行 我今天自己回吧 不不不 在我们该费事费事没有事 现在已经开始搬了 你老公在这呢 那个你赶紧回来 他现在有点六身无主 不是 那总意的往哪搬 那拉马七扰 晚上该找就找不着了 那你就 那你就跟你老公说一下 让他帮着收拾 我刚才都跟他说了 搬家公司收拾 你肯定有东西乱得糟的 你不知道放哪了 你老公跟他收拾他到时候知道 方便以后你们找 不是 你们明天一早来检查不行吗 我这自己熟着 我自己找那车先放呢 还放他那车 一会儿我回去搬 不行 你们明天自己来也是检查了 我都为你这事来四趟了 张某 你次次告诉我自己搬自己搬 现在还忽悠我自己搬呢 不是 你赶紧跟你老公说 让他帮上收拾 想到你到这东西找不着 这又德线 还用 对 你该胡胡 把这些包啥的重要的东西 你往里放 要不搬家公司 给你塞到别的衣服里的啥 你走走 现在搬吧 就是今天 就今天 对 就今天一下午时间 我陪着你 我得七点见证 我现在信不过你们说的话了 执行法官表示 之所以必须强制执行 除了尊重生效判决 维护申请人的权益之外 也是为了减少被执行人的损失 我们要维护申请人的核化权益 同时呢 这个房屋尽早处置 尽早变现 也能够尽早的缓缓 减轻这个 持延利息 对于被执行人的压力 所以基于多种考虑呢 我们今天 必须强制将房屋腾出 以能够推动这个 发展活动的正常进行 同时也是为了维护 这个生效法律文书的 这个权威性 被执行人王某表示 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搬 实在是没地方搬 原本夫妻俩住在父母那边 就因为欠钱的事 他们和父母之间 也闹僵了 你父母现在坐哪儿呢 我跟你来 我到哪儿 你父母 我父母现在 我父母现在 我父母现在跟他打呢 跟曹中那会儿 曹中那会儿 都能去放你父母家 不行呢 闹牢极样呢 你自己跟自己亲爹妈 还能闹个极样呢 亲爹亲妈妈 你干啥呀 虎毒还不识死呢 亲爹我六个贵 这个事儿 你都要藏 什么事儿 就是拿 就用他们家 放一样 就是你用的东西 你自己找了房子 搬走呗 对吗 也不是长期存放 让他们帮助你还钱 估计是不现实 帮你放点东西 不很正常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朋友们 订阅 您的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